《小力大道》 各位朋友你们好 这一集《小力大道》 我是想介绍太极权之所以为 《小力大道》的一个典范的项目就是推手 我们很多时从这个影片电影 又或者是武俠小说 都见到太极权能够以小力去赢大力 但是必须有一个过程 就是练习上面是需要两个人 互相地去感觉对方的力 互相交流 以至到应用招式 以至如何了解自己身体 这一集想介绍的地方推手 可以说很多人都会了解它的重要性 学习太极权未学过推手 可以这么说它只是有其招式之刑 而无实际之用 所以我们经常说以套路为体 即盘价之为体的fame 但是要以推手为用 即是要work 所以推手可以这么说是一种实践太极权 小力还是大力 以这个绝力 还是以聪明之力去形容 好了当我们讲太极权的推手 会不会是要学会盘价子 即是套路 有很大的功底很浓厚 才是要学的确是的 在以前我们说太极权 必须要学会好好的基本功功底 你学好的套路 还要打到形势敬意气神 都能够掌握才是要学推手 而且在学推手的时候 都只是真的推手 而并不是整套的手法、身法、步法的形容 在这个过程当中 限定的都要十多二十年 你才能够掌握得到 所以很难怪有人觉得 太极权能够以小力性大力 究竟是否神话 还是言前之说或者是一些迷思呢 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需要应该从一个比较普及科学化的观点去看 同时用一个宏观的观点 各样东西试下能够掌握到的情况去学习 或者理解太极权 在我手上有一本书 这本书就是陈昌立师傅和许成校长所写的 《实用太极权推手教材》 这本书上半部和下半部 好像九阴真经有上半部下半部 但是上半部主要从一个理念层面 如何将太极推翻去和我们中国智慧的逆 以至到阴阳的关系 当然当中陈昌立师傅写得很好 就应用了一些太极权在里面的解说 但是最精彩的 我觉得想介绍给各位的 就是后半部步伐 太极权能够应用 除了我上述所说的手法 我们如何互相地磨练 听劲培养 如何从身体转到另一部份 然后再传给对方 这一种除了可以游戏之外 还可以达成竞技 以至表演的果效 但是很多时候 太极权只是用推手 站在那里练习的时候 并未能够实用到 因为在实际应用 以至到竞技或表演 我们就不只是站在那里 将人弹开 又或者是将对方推到他 那就算了 太极权的步伐 其实要依赖我们最重要 最能够借力的地方就是脚 我们经常说 旗根在脚 法于腿 主在于腰 凝于手 其实如何利用步法 去将太极权推手实用呢 这本书的下半部 就是说我们如何能够 将一些步法 变成一种形式的练习 让我们更容易掌握 如何利用我们的步 以至到手 跟着埋到身的身法 去应用 在两个月前 在台中 有一位学员问我 究竟太极权 就这样推手 是否真的可以推到人呢 当然是可以的 不过如果只以为推手就是这样的时候 就未免以偏概全 因为我们是尝试以小力追求 去赢大力 面对一个很高大的人的时候 又或者功夫相弱的时候 我们如何可以是能够确保 能够小力性大力呢 而如何这个小力 是和我们文化智慧相关呢 甚至再进一步 从科学角度去解释 为什么能够小力可以性大力呢 以下就是我在台中的一段记录 刚才那个进退步的练习 又难过定步很多 定步就是不用太理你脚 就是腰尽量都不要歪 还有坐腿做得好些 然后那个松沉 船盘转薄那些 但加上脚背后 前进后腿 就有很容易使用 而且实际应用上来说 才是真正有用 我觉得更加有 当然 其实当我们玩技术的时候 当然是step by step 而且当然是 在一个窄的空间 例如在这个里面 你的动法太好也没有用 那么窄而已 有个业文 业文不知多少 业文容易 在桌子上 太拳的 那你现在 用不了太拳 那你就是因为 你的手是重要的 但是 如果真实 在生活里面 街道上 只要 不是太多东西阻碍 其实一走半步 退一步 就开覆天空的真理 就是 你只要手和脚一条 退 拉开一点点距离 就可以 但是当然 我们有些时候 解释太拳防卫 可能被人揽住 那些 或者很慢身 那些步法 都是重要的 我们不只是靠走 我们就要靠上去持 和借力 所以 步法 我们经常说 就是教权不教部 教权打师傅 就是因为教部 你如果上下 血条组 那个功力就真是增一倍 嗯 因为 之前看最经典的 不是雷雷太忌 不是和徐晓冬那段片 最常见他们那些就是 人家迫来 其实都未必能召中 但是他退的时候 只是腰退 就已经被人失去重心 两下被人迫 两下就自己都滚了 那里其实就是 我想是个步的重要性 就是他完全没有了 第一 第二 那是真的少有五致经验 就是可能害怕 就会软了 软了 回到我们的拳 为什么一开始 一开始 推了下手 然后又教部 就给你一些基础知识 我们不练 上身不行 上身的敏感度很重要 就是怎么能够在手上化对方 但是如何将身切入和步 也是一个很重要 很重要 我们现在的一些特色 所以 在实际应用上 我们就需要 一个比较Holistic的观点 去看 当然 每一样东西 当你很专长去念 你就会很细细 卖油翁 故事就是 你如果就这样 玩倒入到樽口那里 玩它几十年 都会很神奇 在一个窮迷的洞里 都可以 可以 都可以 很神奇 但是问题就是 目的 就是 你玩奥拳 你喜欢什么 当然 会变的 有时候玩 喜欢这东西 又想玩那样东西 又想玩那样东西 但是 作为一个这么丰富 隕藏的派遣拳 的内容 最好各样都有些 就用来开启人的眼界 以及避免成为一种谋误 谋误的意思就是 就是 拳是老人玩赢的 因为打得慢 我只是玩慢而已 只是玩到套路而已 这些就容易产生一些谋误 我相信 以盘架子为体 以推手为用 要能够成立这一句 必须要透过两个人 同时是互相地去交流 此外 还要将身体的互动 以至到联系 加以发挥 还有 就是必须要从一个整体的角度去看 手法 身法 和步法 是互相配合 才能够达致它的权在应用层面上 当然学习有罪 学盘架子先 学基本功先是很重要的 但是 在时下 我们要将盘架子 这所谓套路和基本操 学得好 才去学推手 我相信 是有很大很大很大的困难 以年轻人和时下的人的时间所用 如果我们不能够给一个全面的图像 给到学习者去看 我相信真是万中无一能够学得成太极权 所以当学太极权的时候 我觉得除了练一段的盘架子套路 基本操选其中重要的招式之外 就是让他们学习推手 学习推手之余 除了学手法 更加要让他们学习步法 新法很多时候在埋身的时候才使用 但是无论如何 能够整段地让学员能够让一样东西知些 我相信对他选择将来的武术 甚至去了解以小力如何性大力 更加有逻辑性和科学性 我们这一节到此为止 有机会再详细和各位介绍 拜拜 有道理 在街道中 有一道理 的